馬家貓都很久沒去過staycation 但這次真的不去不行,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找到這間酒店staycation的package 人均230多元,還有半自助午餐 絕對可以稱得上是宇宙最便宜 究竟這間酒店這一餐的自助餐 行不行的呢? 我們一起去片看下去吧 今次的目的地就是來到荃灣的月品酒店 話就說荃灣,但如果你搭鐵路來 要在葵興站下車 如果根據酒店的網頁顯示 下車後要走7分鐘 我也看過google地圖 我決定採取另一個方法來到這裡 酒店就提供穿梭巴士的放堤 真是任你上任你下 地點就是在葵方新都會廣場的士站對出 即這個位置,你現在看到這裡 見到的這一格就是酒店的穿梭巴士 你認住這一格車,半個小時一班 車程大概10分鐘左右 這一格的穿梭巴士就會直達酒店的核心地段 即是停車場 既然是這樣,那我無謂自己走 我就適合時間 乘搭穿梭巴士來到這裡就算數 200多元一晚的酒店 還包過半自助餐 我來之前我心只會想 這個大堂就等於我家樓下搭電梯的大堂 但來到又不是 又多光亮 好像很新正 我一月底的其中一個平日入住的 那個Package 其實就是現在你螢幕前面見到這個 我選了一個住宿年半自助餐 免價就430元 要另外再加一 如果你說星期五、六里 其實你見到價錢會貴一點 不過就會包含多一個 雙人國際自助早餐 即是給多一點錢 多吃一個自助早餐 住這些價位的酒店 其實有個好處 就算你大時大節來 可以情人節來 你又住 其實都貴不了多少 說真的 我按過去看 你就真是情人節來住 都是550元 連上早餐 還有什麼毛公仔 朱古力盒給你 你連上房內晚餐 都是700多元 今次你真是要尋找一個 狠和你住月品的女人 我那個Package 那個半自助餐 一定要是入住的 第一天去吃 所以你又要去到那個 Fundesk那裡 Check in 登記了 他就安排你吃 吃完再上房 11點半開始 這裡的半自助餐 很早 又是 你看到餐廳 看到有人拍攝 就很害怕青 又在抹東西 說明半自助餐 當然會跟一個主菜 那個Package 入面 你選個最貴的主菜 都可以 我當然選個最貴的 這裡的飲品 全部可以自己倒 你喜歡喝多少 奶茶咖啡 什麼汁 麥汁 喝多少你就倒多少杯 就不用限定你只有一杯 除了剛才的飲品 飲品之外 這裡的餐湯 也是可以飲品的 有西湯 有中湯 再除此之外 其實都是 一些攬盤 這堆蓋著的 是麵包 麵包旁邊有個爐 給你煮熱的麵包 以及沙律巴 當然是以沙律為主 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沙律 這個有一大塊菠蘿 就是泰式雞肉沙律 這個就是 泰式雞肉沙律 我看到泰式雞肉沙律 就有密集恐懼陣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你問我這裡的沙律巴 真是名符其實的沙律巴 有很多款不同的沙律 即是外面吃的 有些沙律巴 說自己 可能只有一個兩個沙律 給你一碟菜 就叫做沙律巴 這裡又沒有渡流灘 除了剛才的沙律 一碟碟 這些小碟 都是不同種類的前菜 你見到全部放在這裡 其實沒有人跟我爭 為什麼沒有人跟我爭呢 因為我11點半就來到 我看他的 吐飛是11點半開始 我以為很多人在一起 衝進去吃 結果11點半來到 只有我一個 其他預約了 那些客人 或者餐廳散客 12點多鐘 才開始有人來 這個沙律巴 就不算外面那些 有些放了一些 凍海鮮 給你拿的沙律巴 但他每道菜都做得很精緻 剛才你看到那個蘑菇湯 他真是打碎蘑菇 才做的蘑菇湯 那個其實都挺好喝 吃完沙律餐湯前菜 都已經半飽之際 主菜又來到 有一個最貴的 我當然是選最貴的 這個就是 黑椒汁的西蘭扒 切下去你見到 其實都 挺容易切 肉質都挺軟軟 但是入口 讓我給你看一看 其實裡面還有很多肉質 我叫五成熟的 效果其實都做到五成熟出來 另一隻馬家貓 本身都想吃西蘭扒 但我不給他叫西蘭扒 我拍什麼鬼 沒有東西拍的 兩份西蘭扒 我叫他叫豬扒 你見到 其實無論豬扒也好 西蘭扒也好 份量其實都不小 兩塊扒都很大塊 快豬扒切開之後 其實入口 我會用兩個字來形容 都挺鬆化的口感 吃完這兩塊扒之後 其實基本上都已經飽了 但甜品是另一個位 我們又出去拿其他的甜品 甜品的擺位 都分了兩邊 這裡圍著中間有條柱 一個圓圈 放了大概七至八款甜品 現在有個笑面 一個牛奶布丁 挺好吃的 還有之前鏡頭閃過 有個朱古力BROWNIE那個 其實那個更更更更更更好吃 這個和菓子 和這個瑞士卷 你來這裡留給你吃 可能來到這裡 大家都還很關注 其實還有沒有雪糕吃的 有 就是現在 鏡頭面前看到這個COCOBERRY 大家都很熟 對於這個雪糕 另一邊其實還有PANCAKE GAY 飽肚一點的 還有中式一點的 一個糖水就是這個紫米露 這個紫米露 這裡就煮得比較 甜味適中 它不會過甜 又在外面很害怕 煮得很甜 這裡就不會 這個COCOBERRY的雪糕 出了名就是 味道夠古靈精怪 我這個就憂力多味 之前我吃過海鹽味 有人竟然吃過麻辣味 來到這一刻 我肚子基本上已經吃不下任何東西 我只好拖著一個已經膨脹了的身軀 去上回我的房間 剛剛好已經到了 拿房的時間 就被安排了 去23樓的房間 這間酒店的房間安排 都幾好 其實因為它的建築物 是成一個正方形 所以 一個框這樣走 你不會有美房 一回事 也不用擔心住中了美房 今天我們就是住這間2309 準備 打聲招呼 Warm tour 來了 進來之後 看到房間 其實也算挺新的 雖然面積不太大 很小小 但是 燈光都比較柔和 裝修都是 新裝修 很明顯是看到 感覺舒服 起碼這間房 調轉身 看一看 其實都幾簡約 有個電視掛在牆上 一張桌子一張椅子就是這麼多 接著我再走多一次 進來給大家看看 效果有什麼不同 就是我開了窗簾 分別就是有個太陽射進來 陽光射進來 整間房就 好像溫暖了很多 這個位置 設計得很好 臨踩入地毯之前 就放了一個這樣的位置 讓你脫鞋 上面還有地方 給你掛衣 不用踩污 地毯 看完這個脫鞋位之後 其實我無論上酒店的官網 也好 上阿高達也好 從來都找不到一張 關於這間酒店房內的廁所的照片 究竟這裏的廁所是怎樣的呢 為什麼這麼神秘呢 不如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看上去洗手間其實又沒什麼 看上去你問我 格調好像幾高級 水泥式的裝修風格 空間感也很大 其實 雖然說的是人均二百多元 還包一餐半自助餐的酒店房 但裏面的設備 你看上去又好像 你想要有的東西 應該要有的東西 他也有 有時真的逛逛逛逛的時候 想和你另一半縮一宵的話 這裏真的可以算是 用最低成本 什麼都不用帶的情況之下 達成到你那個 心願 你看看洗澡的地方空間多大 擺明設計就是讓你兩個人一起進去洗澡 看完神秘的洗手間 走出去看看有什麼看 看一看這裏 沒有咖啡機的 你不要有咖啡機 先喝著著潮咖啡 有兩支水給你 等我再查一查這間房 看看是否找到聖經 拉開這裏 格曼來的 再看看旁邊的櫃 是 這個櫃拉開有本藍色的 東西在這裏 什麼來的呢 沒事沒事 客房送餐 餐牌 KiaKia 這間房應該有找到 全間房都沒有聖經在這裏 不用擔心 打開雪櫃 一如所料 我猜到是 沒有東西的 方便我們自己可以放東西進來 雪凍自己買的飲品 我去過一段時間 有這些外賣自取優惠 是套餐的 看上去五十幾元 都可以當晚餐吃得飽 但你去的時候就看清楚 電視節目方面 除了你基本的電視台之外 其實還有一堆有線的 那些頻道 但看什麼電視 現在都沒有人看電視 你播Youtube 看著馬家貓算 就算了 臨出門口之前 拍給大家看一看 酒店的平面圖 你就明白我為何說是正方形 就沒有美房這回事 我們又出門口 究竟去哪裡呢 當然是享用這個 酒店免費提供的 穿梭巴士放題 任上任下 我們這一站 就是去回葵方那邊 沿路有大量的指示牌 你不用怕找不到 專梭巴士就是這一架 在停車場裏面 時間表 我都不拍給大家看 亦都不留意給大家看 因為它經常變的 你上去官網看清楚 班次其實都算密 你問我覺得 大概三十分鐘左右 會有一班 吃飯時間 司機要吃飯 那段時間就會來一點 你都是上網看 去到葵方 你行無印也好 走過對面的葵涌廣場 也好 吃東西也好 掃街也好 有很多東西做 這裡都玩三兩個小時 我們那個package 就不包晚餐 所以我們都會決定 在葵涌廣場 買賣食 回酒店那裏吃 我們就買了這一間 這一間餐廳 就是之前果子介紹過 有一間酒店西廚 開的一間小店 買完之後 我們就去回這個位置 等一個 穿梭巴士放題 就回酒店 平時在葵涌廣場吃東西 你一不就站在那裏吃 要不就坐在樓梯底下的 椅子那裏吃 有幾可可以 那麼舒服 拿回自己的房間 吃 如果你不是住在附近的話 如果你住在這裏 搭上 Shotobus 其實 十分鐘又回到 食物都未凍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吃了 來到這一刻 已經吃足整日 閒足整日 都是時間 累累的 洗澡 睡覺 睡醒明早逛一間酒店 看看還有什麼好看 這麼快就睡醒了 我們這個就是 你未見過這個景 我們打開窗簾後 看出去的那個景象 如果你在五星級酒店 這些就是城景房 遠望繁華鬧屎 跟著後面多一句 我們的Package 就不包早餐 所以我們起床之後 就要找東西吃 看過酒店對面 其實你會見到 有些茶餐廳 有大塊活在 都可以 幫你充機 如果你真的很想在酒店 吃完自助早餐的話 星期五 和星期六 入住才有的 我看回那些 廣告應該這樣寫 昨天就沒有走過那間酒店 今天我們 神禁早吃完早餐之後 四圍走一下 他有些什麼看 在大堂 見到這一個位 可以下樓梯 下面 原來有健身中心 又有 可以做SPA 而下樓梯的 這個位 也是我們昨天 一來到 吃自助午餐的 那個位置 反過來看一看 其實樓梯挺漂亮的 有些燈在這裏 我在這裏拍了兩張照 效果都不錯的 你來到這裏離開的話 都不妨下來這裏拍照 最重要呢 這個景點 是不用錢的 下來這一層 其實這個地方 都挺寬敞的 有很多椅子 讓你在這裏坐 這一間就是 全民中的SPA 關了門 其實因為疫情關係 再走後一點 你又會見到 另外有個 健身中心 都沒有開的 都是因為疫情關係 但如果以設施來說 一間這個價位的酒店 又有健身中心 又有SPA 其實都 收貨啦 上回大堂那一層 其實有一個戶外的花園 給你坐 不過都是那句 沒有疫情才可以坐 現在都是沒有開 200多元一個人 玩足兩天一夜 還有東西吃的話 你問我來說 真的不能輸的 這裏 你又試下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這裏 值不值得玩 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 like這條片 我們下條片要再見 拜拜